我在我童年少年的时期 我们住在一个大的一个杂院里面 就是一个院子里面 就是中国那种平房 一个院子里面有八九户人家 都是城市的平民 有工人 有农民 有做小商贩 都是那些所谓没有权利的人 我自己在那个环境里面成长起来之后 很自然它跟我成长结合到一起 我自然非常认同跟非常熟悉这样的人群 所以也关心这样的人群 我觉得它对我来说 我不是出一种观察来拍电影 而是讲我自己 我自己的电影比较工作背景 一直是谈中国的变革 从70年代的经济改革到现在 这个变革带来很大的一个社会的影响改变 就是比如说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面 贫富巨大的分化 那么大量的人群它被变越暗化了 靠手一出饭 也挺不容易的 你开个天 开个天 没有反映的反映的反映 不本啊 每个社会不管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可能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一个权力的社会 人们可能整个社会都需要文化去关心这些弱势的人 特别是艺术 我在拍电影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选择空间对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 因为我觉得对来说空间 就是它有所有人活动的那种痕迹 空间的气氛和人的命运结合到一起 我觉得才可能展现一个完整的一个气氛 其实这也是中国传统的一个美学方法 就是所谓情景交融嘛 那个景就非常重要 比如说汽车站啊 火车站啊 卡拉OK啊 那些陌生的人交汇的地方 我特别感兴趣这些地方 因为我觉得在这些地方 我们能够寻找跟等待到那些有失忆的时刻 虽然可能我们对往来的人不是很了解 但是这个空间提供了一个 我们跟陌生人相会的一个可能性 能看到他特别的一种精神状态 比如说我很喜欢拍卡拉OK 比如说看到一个男人 他一个人在深夜 一个人在唱歌 你会发现你会感觉到他的孤独 感觉到他生活背后的孤独感 你提到你发现了解 当你年轻人的意思 对于英国的孤独感 在英国的孤独感 就是在中国的孤独感 但是在中国的孤独感 是在中国的孤独感 没有公开的孤独感 你一位一位最初的孤独感 开始孤独感 孤独感 1990年 但是从2004的孤独感 因為中國有獨立電影大概是在1990年 從1990年到2003年將近有13年這麼長的時間裡面 我覺得中國最有創造力的、最活躍的 跟中國人生活關係最密切的影片都是幾部分獨立電影 比如說張元的電影、王小帥的、羅葉的影片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13年的過程裡面 這些影片沒有辦法正常的跟中國的觀眾見面 也就是說作為一種創造 這些作品沒有辦法發揮它的作用在中國的文化裡面 所以到2000年以後我特別希望能夠推動這類型影片 能夠在中國獲得公演、能夠跟中國的觀眾見面 那麼一直到2003年就大量的包括我自己的影片 包括其他導演的影片都開始陸續地能夠在中國公演 這背後有兩個原因 一方面是十幾年的時間裡面有大量的導演被禁止拍電影 但是事實上禁止不了 包括我本人在內我們一步又一步持續地進行這種連續的表達 因為事實上那個時候也開始有了數碼 然後製作電影更加方便 我想能夠讓這些獨立電影在中國公演 首先是導演沒有妥協連續地在拍攝電影 再一個也就是2003年左右 中國的電影管理部門開始反思自己的政策 他們開始把電影由過去理解的是宣傳政府的工具 一種宣傳手段理解為電影是一個工業 那麼理解電影從宣傳工具到工業的轉變 其實這裡面就有一個很大的進步 那麼也開始審查也開始放鬆 在這種情況下就是我們開始選擇 盡量地推動自己的電影跟中國觀眾見面 這個過程很不容易 因為你實際上要付出更多的耐心努力去處理這些事情 但是當我們的電影真的能夠允許在中國放映之後 我發現面臨的另外一個困難 就是說在過去13年裡面 中國觀眾沒有看過這種電影基本上 都是在看好萊塢的電影 看香港的娛樂電影 所以對這類型影片相當陌生 然後我們需要做的工作也還仍然非常多 怎麼樣能逐漸地讓中國的觀眾 更多地感興趣這類型電影 還是需要做很多工作 那我個人也覺得就是建立起 獨立電影的製作的這個系統很重要 因為過去我們都是所謂個人的電影 自己去找錢然後拍電影拍完之後 然後拍完之後依靠個人的努力去放映發行 那麼缺少一個有才華的年輕導演 缺少一個幫助就是工業的幫助 那我後來我自己包括我自己做小的製片公司 大概我們每年能夠生產兩到三部獨立的影片 包括這一次在這個亞洲協會放映的唐小白的完美生活 跟韓傑的賴小的都是我公司製作的 就是我希望逐漸地能夠通過這種方法 真正地讓獨立電影強大起來 有些東西在一起 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一個人 包括你自己 which is the preference for realist aesthetics but the filmmakers prefer to use non-professional actors to create a sense of authenticity they prefer actual locations to studio sets and they also employ documentary techniques such as handheld camera or long takes 我想就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大多数目前拍电影的中国导演 可能我们拍电影的一个很大的动力来自于是中国当代的现实给我们的影响 这种刺激 拍电影有很强的一种理想在背后就是要强调现实生活 中国人现实生活里面面临的问题困难 石井的拍摄 飞机业的演员这些手段都是在帮助导演去面对一个正在发生的中国的社会的事情 这种美学上的相似性我想背后有我们面临的共同的生活背景和共同的拍电影的目的 比较相似的拍电影的目的是有关联的 对而且中国电影在过去国家制片场的这个历史里面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就是电影非常的虚假 你看完这个影片之后你会发现跟中国人没任何关系 是一些非常奇怪的还有这种奇怪的道德感还有共产主义信念的这样的一些人在荧幕上活动 所以反对这一类型电影呈现真实变成了一个中国导演不约而通 非常激动的要去做的一个事情 实际上只是回到很简单的真实 但是对中国电影来说这种转变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那些手段都是为真实服务的 因为中国美我不知道这个怎么翻译 中国文化里面讲真善美 就是说一个美学上的阶段 那真是一个基础 如果你一个作品连真实 就是真实的人类的感情生活都无法做到的话 你怎么能谈到美的层面 所以就是不与儿童90年来以来大家都在做真实的工作 那很 checked 因为你这么想看 以前不 새相关的 说得他在虚担心中 这就是是四年 是四年 说的 我就可以去做真实的 你为什么呢 所以很想看得到